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这些原住民本来就是游牧民族 所以如果他们是在轻易时就突然并发 那么遗体就会被埋在森林的某一个牲畜 或者甚至是进行火化的 对于华旺山这个地区可能很多人还是有点疑惑 马来文如果说出来大家就比较熟悉的就是Gwamusa 它是吉兰丹通往吉隆坡 以宝和登加楼的一个必经之路 其实华旺山它旧群的有一条河 它叫做清水河 为什么说到这条河呢 据说十年前呢这条河水清澈见底了 但是自从有树童和种植业的开始新旷过后呢 还有包括砍伐树童的 还有开墾油棕园 铁矿开采等等过程呢 在进行的时候呢就污染了这个河水 那西里的清水呢已经变得污浊不堪了 在吉兰丹过去十多年的开采活动呢 还有这个农业活动 其实已经夺走了十多条人命了 那再加上如果现在这个证实是 因为这些事件引起的话 那可能是更严重了 是那负责处理原住民死亡事件的首相署部长 也就是瓦塔穆迪 他就透露说 根据村民所提供的名单 一共是有14人死亡 包括两宗已经是投报的案件 而节中目前为止呢 执法单位只是接获两宗 涉及原住民的死亡投报 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说 原住民离奇逝世的原因 只是有迹象显示 疾病的爆发似乎和患者的呼吸是有关的 特别是细菌还有病毒的感染 患者会一直出现流鼻涕 还有呼吸困难或者是发烧等等的症状 不过经过了考证呢 目前已经是排除了 所谓的钩端螺旋体病和结合病 那根据报道呢 村庄是在一个月前呢 就爆发了这个疾病了 接着有超过上百人寻求这个治疗 目前这个村庄呢 有185个人居住 接近有99个人呢 是患上了疾病了 那村民们就把这个病发问题呢 刚刚说到归咎于这个受污染的水源 据说受到附近采矿作业和种植园 他们化学品流失了一个污染嘛 当地水源呢 它污染的是源自这些活动 因为他们使用这些农业砂糖剂啊 还有用在开采所进行的一些爆破行动 当中的一些化学物质呢 就渗入了这个水套 就持续使用这些被污染水源 就导致他们的免疫系统变弱 甚至生病去了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原住民 他病死的事件呢 提醒了我们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我相信最熟悉的就是一个 莱纳斯的稀土厂的这个运作了 之前我们还做了很多这个点评 还包括是说 敦马就说现在可以允许他 可能这个renew他license吧 对不对 但是会不会呢 我们还不确定 只是稀土的提炼过程呢 可以确定的就是 他会制造很多有害的污染物质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百分百的确保 这些有害物质呢 不会泄露或者是遗漏 让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呢 可以有百分百的安全呢 我们对这一点 相信无论有关当局 再怎么印证和保证吧 民众始终都无法安心的 举个例子想象一下 今天如果你在建有围栏的鳄鱼潭 旁边搭帐篷睡觉 九月你敢不敢 能睡得安心吗 睡不着 一刻都觉得心惊胆战的 对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这个莱纳斯稀土厂呢 目前让民众最担心的就是 这些所谓的有害物质 它肯定会产生 但是产生后怎么处理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民众也不能够安心啊 对他们处理方式 那第二点我说对于这个事件 我们必须关注的就是说 原住民的生活 其实没有获得改善 那么多年来 从独立到现在为止呢 原住民的生活 可能有部分开始接触外界了 他们有做了这个改善 但是呢 最基本的 我们看到在西马的原住民 有很多呢 还是保留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 他们虽然说不抗拒跟外界交流 甚至可能拿物资来交换 但是呢 一般上他们还是奉行旧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进森林 收集食物 使用喝水作为食水 这也是导致他们容易受为 这个环境污染下的一个 严重最直接的受害者 那第二 他们缺乏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 就导致他们竞争力是下跌的 被社会边缘化 再加上现在城市化的发展啊 家园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常在报章上看到 很多这样子的报道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还没有包括一些身份证 和报身子都没有的孩童 想想看他们未来 入学会面对什么问题呢 那第三来到了这个很重要的 他们基本设施是不足够的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多少个死亡人士 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因为那些原住民就提到说 警察局太远了 没有办法去做投报 所以连这些基本设施都不足的话 怎么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是 是越听越心寒的 希望可以正视这样的一个社会课题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